好 繼續來看到的就是呢 音樂大咖邦喬飛呢 原本計畫說在十月底 要在邁亞米演出 不過呢 因為他檢測出新冠病毒是陽性 所以最後只好取消活動了 而另外一位呢 布萊爾亞當斯呢 同樣是原本要飛去惡害 俄州參加美國搖滾名人堂的盛典演唱會 沒有想到後來呢 他也被檢測出來新冠病毒成陽性 所以沒有辦法出席了 而提到這個名人堂啊 其實今年可以說是這個 非常多的巨星都到場了 包含呢像是蒂娜 透娜 還有呢這個嘻哈天王Jay-Z 以及呢這一個很多的這個 這個音樂人呢 今年都有來到現場 可以說是星光翼翼 而且另外呢 包含像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還有呢歌壇的老中青三代 都齊聚一堂了 當年呢這個年輕的歌手呢 是向這一個老牌巨星致敬的表演橋段呢 更是把這個氣氛帶到了最高點 流行天后泰勒斯緩緩唱出 《明天你還愛我嗎》 這是由美國創作才女卡洛金 與先生共同創作的歌曲 也曾經被台灣歌手同安格改編 同樣也是卡洛金創作的經典老歌 《寧為女人》 則是由Jennifer Hardison致敬 兩位得獎無數的年輕歌手 在偶像面前表演 無不使出看家本領 卡洛金入選2021搖滾名人堂 更可說是實至名歸 其他界重量級人物LL Cool J 與Jay-Z也是今年名人堂的巧妇 隱心妮可基曼的先生 鄉村歌手凱斯二本在台上高歌 向美國搖滾女王蒂娜透娜致敬 原本在台上的應該是歌手布萊恩 雅當斯 但他因為新冠檢測呈陽性 無法參加 主辦單位緊急請到二本代打 而英國流行音樂長青術保羅麥卡尼 與美國的Food Fighters 幽浮一族在台上一起Rock'n'Roll 衝撞出跨時代的火花 華視新聞 孫敏凱編譯